踏入6月,吴启丽和女儿吴卓琳终于和好如初,女儿出院回家,吴启丽也自我反省,明白卓琳已经长大,自己要懂得放手。 6月10日,吴启丽与吴卓琳一起接受记者采访,吴卓琳对记者很有礼貌,她不会发脾气,很有礼貌回答所有问题,还买水给记者喝,是一个很贴心的女孩子,不过面对记者的提问,她却婉拒了,她的理由是不想对外界谈及近话。 吴启丽则对记者透露,她已经与学校方面达成协议,安排18岁的吴卓琳在家中完成中学教育,不再到学校上学,而吴卓琳也赞成这个方案。 报道指,期间两母女谈及做义工以及看医生的安排,吴启丽全程以商量的口吻跟女儿说话,看起来关系还是不错的。 近日吴卓琳被直击,继续与令她性情大变的30岁密友来往,两人认识月末一年多,小龙女还多次把对方带回家过夜,留宿约一个月。 对于女儿继续与这位外籍密友往来,吴启丽解释对方是小龙女的家教兼朋友,因为女儿数学不好,对方主动表示想不收钱帮她补习。 吴启丽更不忘为女儿成心,表示女儿跟这位友人见面都有向她告知,也没有学坏,不过她也坦言,对方的确会来家里过夜。 据台湾媒体报道,小龙女吴卓琳在今年3月控诉遭妈妈吴启丽恐吓,之后又已因自杀住院,母女关系降到冰点。 但是近日媒体拍到母女一起逛街,看似关系已经渐渐缓和。 吴卓琳四日在IG上晒出一张从大楼外拍的景色,并称在过去三个月以来经历了非常漫长的75天,自己就像死后重生。 这是一个最漫长、最难过的三个月,而且也只有少数人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事,其他的人只会知道他们所被告知的。 自从我消失以来,别人说了什么故事,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,太多事情发生,太多事情要转达。 字里行间流露出满满的无奈感。 随后,吴卓琳画风一转,自嘲自己,并开玩笑地称自己准备好要制造更多的麻烦。 现在应该是重新聆听这两个月错失的好音乐,以及赶上最新的网络话题。 虽然以幽默的方式表达,但是仍可以看出,她似乎已经走出情绪阴影,准备好重新出发。 事实上,吴卓琳在三日才被拍到与妈妈一起外出逛街,精神状态看起来十分良好。 只是穿着深色帽梯的她将长袖卷起,从手腕到手肘内满满都是伤痕,让人看了都非常不舍。 但是当她被问及是否还在生妈妈的气时,她态度肯定地响应,没有,从来没有,看来母女俩的关系已经修复。